我請教一下 乙福你怎麼觀察 蔡英文的記者會有這個拆除炸彈 然後開始清理戰場嗎 我覺得一件事就兵役的問題 你也拖不下去了嘛 不然你要交給賴清德去宣布嘛 那如果是賴清德宣布 那下任總統如果他當選 那要到2024年5月20號才宣布 那要延大概兩年到三年的時間嘛 我覺得這個事情已經拖不下去 但是你蔡英文處理的話 你至少是蔡英文以三軍統帥 派版定案嘛 所有的責任就是他扛嘛 那當然某種程度上對賴清德來說 可以說鬆一口氣嘛 至少鬆一口氣 你找定案了 大家還有一年的時間 跟社會對話的過程當中 如何讓社會逐漸去接受 這個一年一期的問題嘛 那當然你對社會對話裡面 你要看在野黨 剛才大家都談很多了嘛 你包括說你要選總統的 你不要忘記總統本身就是三軍統帥 你侯友宜對這件事情 如果你在那邊講廢話的話 他會覺得你是要選總統 你要扮演三軍統帥 你對這件事情一定要有態度跟立場 那趙少康有沒有態度立場 有 但是他是一個大家不接受 或是不認同的一個立場 但他有立場哦 他有立場哦 那侯友宜你就看不到立場嘛 那當然賴清德是尊重就說 很多國家需要他支持嘛 所以他也有立場哦 所以到最後這整個事情 所以你也覺得昨天是趙少康失分 侯友宜失分 那朱立倫呢得分嗎 朱立倫是支持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很少有展現 他是理性的告訴你說我支持 但如何配套如何建議 你做得更完整一點 或是更好一點 他至少看得出來 是一個相對於他們來說 是理性的一個主張嘛 所以你也認為朱立倫加分 就是說這個跟球賽一樣嘛 就昨天朱立倫加分 侯友宜減分 然後趙少康減分 但是這個對未來國民黨提名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我們才不管國民黨怎麼提名 但是你就這一件事情 周伟航都覺得想要灌票給趙少康了 那現在唯一大家在看的就是兩件事嘛 剛才大家都談到了嘛 蘇貞昌什麼時候下台 蘇貞昌什麼時候下台的問題嘛 因為前一段時間大概 小英也約了很多人啊 黨內黨外一些人談啊 大概進去的人10個有8個 是跟他說蘇貞昌該換啊 名利這麼高哦 對啊大概10個人都跟他 有8個人跟他說該換啊 因為蘇貞昌變成一個 民進黨檢討過程當中的一個指標 那現在黨內船最兇的 當然還是陳建仁嗎 甚至於傳到陳建仁的 內閣名單都已經快搞定了嘛 那看來陳建仁去接的話 那相對有一個又又另外一個局面 就陳建仁去接行政院院長就表示 黨內都不要搞了哈 因為有人想要推陳建仁也不要搞了哈 接行政院院長 那我也說了賴清德是適合的接班人 所以民進黨就整合 不是那民進黨就整合完了啊 就各安其位了嘛 就走到英賴時代了嘛 就是說後蔡英文的時代 然後賴清德的接班時代了嘛 民進黨事實上就兩顆太陽嘛 那英賴合作的時代嘛 現在看起來可能是這樣子走的 蔡英文也輸不起啊 2024年他也輸不起啊 好那我跟你討論的是 我也觀察蔡英文表態了嘛 迎來時代也可能是最大公約數 其他人如果要不自量力出來亂 大概會被民進黨那一些 東南自救運動的打趴 就是說民進黨自己有很大的生存危機嘛 因為我判斷他們2020的立委選得這麼好 2024會有很多人敗選跟失業啦 特別是北台灣啦 那我問你喔 國民黨現在四個各有三頭 剛剛點名了嘛 以這個總統的兵役的議題的回應 朱立倫回應 侯友宜回應 趙少康回應 這個社會反正大家都看在眼裡嘛 那沒有回應的是 另外一個熱門人選郭台銘啊 你怎麼觀察這四個三頭怎麼整合 四個三頭怎麼整合 我覺得大概現在還有兩場選舉戰役吧 因為一場是藍頭的補選 一場是就王洪輝跟吳英龍的選舉嘛 選舉完以後 如果朱立倫勢不可為 勢不可為 大概我們也判斷是勢不可為啦 也不用說如果了啦 勢不可為 他不會去做吳敦義第二 不做吳敦義第二他就要去思考 我不選了 我要提誰選 他沒有說他不選啊 我說 他說他前兩天說 縣市首長要好 沒有他還是他目前為止還是想選啦 他還是想選啊 問題是如果說你三場戰役結束以後 已經到了一月了 因為你要面臨改組 整個下來以後 一月底的時候你拉不起來 你二月到三月要展開 提名作業的時候 其實那就是他自己要去思考啊 他 看來所有民調什麼不可為的時候 他要去推誰 推誰 那要推誰 基本上 我覺得趙少康絕對不是在他名單裡面啦 如果你推趙少康就 符合了周韋航最大的意願嘛 那就是 那就是 就是告訴大家就 政黨輪替的機率 從 馬上從五成跌到 一成有沒有都不知道 所以看得出來趙少康的問題好處理啦 趙少康的問題相對好處理 難處理的其實是侯友宜的出場問題啦 出場問題啊 因為侯友宜的出場問題 你到底要怎麼出場 因為你總不能弄一個初選制度說 大家來登記吧 那侯友宜登記的過程會很尷尬吧 那你怎麼弄出場機制的問題 出場機制的問題其實是侯友宜 大概跟朱立倫最傷腦筋的問題啦 你強行徵招的話 那如果 如果趙少康沒有任何的利益分配 的角色的時候 他突然跟你說 我也要選我們辦初選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所以他裡面的話 侯友宜的出場問題是最大的問題 那不過台銘到目前為止 聽到的是沒有 還沒有興起選的念頭啦 還沒有興起選的念頭 那他跟侯友宜大概去年也見了 選前大概也見了好幾次面啦 大概裡面談了什麼 大概也有觸及到 因為有兩次 雙方嘴巴都很緊 不願意 談到那兩次見面談的機會 因為第一次是有人陪同去多多少少 還可以聽到一些事 那後面兩次單獨見面的時候 那人家去問的時候口風都很緊 那口風越緊 那就表示 你會一定就談2024的事 因為 如果說是 談一般事務啦 你在土城的總部啦 未來怎麼合作 那個沒什麼不能談的嘛 那你又看到 郭台銘最近的一些表現是 衝著民進黨而來 是政治動作 對 衝著民進黨而來嘛 那你衝著民進黨而來 相對對誰加分 你當然是對藍營加分嘛 所以你可以推估就是說 他如果不選的話 他會是藍營裡面 2024最大的助力 啊不是主力 主力就是你選嘛 他現在可能是最大的助力